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廖凡先生在慈云寺遇到一位道长 这个道长告诉他 下面经文是这样的 与余约子四路中人也 明年即进去何不读书 与告一顾并扣老者姓氏离居 这段话 道长就告诉他 他是你 是官场人中的人物 明明你就会考取秀才了 这个进学就是考取秀才 你为什么不念书呢 廖凡先生就把他这个母亲 教他放弃读书 去学医 这些事情 告诉道长 同时呢 向道长请教 贵姓 家住在什么地方 约五姓孔云南人也 得哨子黄极肃正传 肃盖传辱 于尹之归告母母约 善待之 士其肃 心息结业 道长说了 他姓孔 他是云南人 他得到宋朝 邵康杰先生的黄极金正传 他是照这个素来推算 我应该把黄极素传授给你 那么注意一下 想一想 这个孔道长 何以 一见了凡 这个瘦五岁的小孩 就要把自己平身所学 传授给他 这里面 不是几句话了 能说得尽点 前面我跟诸位提到的 好许 诚恳 把居足 真诚的恭敬心 故事后 不仅仅是学术上找传人 即使是工医 学个木匠 学个泥水匠 要找传人 都要找到真诚好学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所谓是可遇不可求 他有这个天分 有这个能力 有这种屏负 一旦遇到了 就不肯放弃 一定要 要栽培他 要成就他 所以这个后级就有人了 中国 古人常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了 一个有学问 有道德 有能力 自己在一生当中 纵然是建功力 一生 辉煌的成就 如果他没有传人 他死了 他的事业也就告终了 这个成就不是真正的成就 这只能算是一半的成就 绝非约满 约满 那一定要厚集有人 如果是真实的成就 伟大的成就 他的传人的成就 在他之上 那才算的是 伟大的成就 古人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要找他的传人 要全心全力 栽培他的传人 决定没有嫉妒障碍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那么廖尔凡听到这个话 当然非常感激 他还有母亲 他年岁还小 自己还做不了主 所以把道长引导回家 去跟他母亲见面 告诉他母亲 母亲也非常贤惠 告诉他 好好的宽带道长 请他给你算一算 结果数算的都非常准确 信息解业 那么由此可知 廖尔凡 头脑很清楚 绝非迷信 确实 这个数是正确的 这才开始动了 再念书 再敬学的这个念头 与谁起读书之念 毛之表兄神称 也与海顾先生 在神有富家开款 我送入济学甚便 与谁礼欲为私 那么他 有了念书的这个念头 跟他的表兄神称商量 他的表兄告诉他 他认识一位老先生 玉海顾先生 在神有富家里面开关 开关从前是私塾 沈家是个富贵人家 所以能请老师在家里面 教自己的子弟 当然附近邻居 邻里相当 有一些小朋友 资饼很好的 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上学 所以他说 我送你到那里去继续 这个继续在从前念诗书 要跟老师生活在一起 老师不但是有研教 而且有深教 这个才是最殊胜的教学 那么在现在 这个学校教学 已经没有这种方式 那么廖汉先生 这才拜玉海顾先生 为老师 在过去 拜老师的礼仪 非常隆重 所以古人说 子不教 父之过 教不也 私之多 老师的责任 非常之重 这也不是几句话 能说的完 我记得我自己 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 我经过私塾 这个印象 给我非常深刻 私塾是在我们一个亲戚 祠堂里面 是在乡下 有一位老先生 在那边教师 学生有十几个人 我上学的那天 是我父亲带我去的 大殿上 供了一个牌位 写的是大臣 至圣 心思 神位 孔老父子的派位 我们敬了 这个礼堂 先向 孔老父子 神位 行三跪九寇手的 罪敬礼 我父亲在前面 我再跟在后面 行最尽礼 行完礼之后 再请老师上座 老师坐在 孔夫子派位的旁边 向老师 也行 三跪九寇手的 大礼 在送上供养 就是对老师的礼物 送上礼物 老师 才收这个小孩 做学生 诸位可想而知 小孩 看到父亲 对老师 这样尊重 三跪九寇手 老师在那端坐 接受 礼拜 这是表演 表演给谁看的 表演给小孩 做学生看的 以后 不能不听老师管教 对于老师 敬畏之心 尤然而生 父母 教儿女 尊死 中道 是这样的教法 老师 教学生 带着自己小孩 在老师面前 这样的恭敬 这是教效 这个意义 很深 很深 辽凡先生 他的父亲过世了 我们想象当中 一定是他的表兄 代表他的父亲 陪着他去拜老师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的母亲 说 富人 不便 在这个场合上 见面 一定是他 表兄 陪他去拜老师 那么我们再想象 现在学生 现在学生 不听老师 儿女 不听父母 常常 有很多座父母 来跟我说 现在儿女 不好教 很难教 许多老师 来跟我讲 学生不听话 起来有字 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我们想想 古时候那种教学的方式 能够延续 几千年 必定有他的道理在 历史 多少人无 是这种教育 培养成就的 今天科技虽然发达 道德沦落 科学技术的教育 带给我们是负面的 虽然在物质生活上 有一些便利 我们付出的代价 太严重了 真正所谓是 得不常识 应当值得我们 深思 我们再仔细观察 东西方的教学 东方自古以来 注重于精神文明 注重于道德修养 除世代人 除世代人 皆无 注重于利他 而不是自利 讲求离让 而没有竞争 那么再看看西方的教育 他们的教育 他们注重于 他们注重于物质文明 输入了精神上的修养 所以从小 所以从小就养成竞争 好像不竞争了就不能够生存一样 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想法 竞争 在向上提升 就是斗争 斗争在一发展 就变成战争了 这就会给这个社会 给这个世间 带来了天灾人祸 如果一直增下去 这个世界上永无灵日 非常可怕 所以现在世界上有事之四 都深深体会到这个现象的 可谓 但是怎样融合东西方的文化 收到相辅相成 这是这一个时代 真正具有德行 真正具有聪明智慧 这些善心人士 努力的方向跟目标了 再看下文 可见的确实有命运 孔先生跟他算的一点都不错 宪考 是当时知宪主持的 福考 是知福主持的 提学考 这个提学呢 相当于现在的审 主管教育的 长官 在从前称为 教育厅长 在古时候 称为提学 那么这三处考试 都考取了 这才正式 这才正式称为 复为 复为 破终身修旧啊 也 某年靠地几名 某年当 不灵 某年呢 当供 供后 某年 当选 四川 也大眼 在任三年半 既已高规 五十三岁 八月十四日 臭事 当忠于正亲 习无辞 于背路而谨记之 那么经过一年 三次考试 都于孔先生所算 完全正确 这才真正相信命运 相信人有命运 于是请孔先生呢 给他算 一生的吉凶和福 这我们一般讲呢 给他算流年呢 孔先生告诉他 他说 你在某年 参加考试 考到第几名 某年呢 你可以补灵 灵 还是秀才 秀才里头 分很多等级 灵是公费 现在讲公费 在从前呢 使灵的米粮 过加了 发给你米粮 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 公费身一样 但是公费身的名额 是有一定的 必须名额 必须名额 有缺恶 你才能补上去 所以叫补灵 某年当共 共是秀才里面最高的 就共生 就出共了 共之后啊 他说某年呢 你会在四川这个地方 当一名县长 这个大营呢 就是知性 再任三年半呢 你就应该辞职 回家了 为什么呢 五十三岁 八月十四丑时 你的命就中了 当中于正亲 你是这个正宗 这个寿宗正亲 可惜 你命里头没有儿子 叼盘先生 把这些事情啊 一桩一桩 都记在 本子上 都记录下来 那么从 孔先生给他算的证明 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细心去观察 他寿命是五十三岁 他当县长 只能够当三年半 就要回家 可见的 他供后 能够当上县长呢 已经接近五十岁了 你看看 八月十四 恰好是三年半的时间 五十岁才出来 真正呢 真正呢 为地方 这个办事 这一段呢 是讲 孔先生 给他算的 自此以后 凡羽 考教 其民宿先后 借不出 孔公所 悬定着 我们从这一段 来看 人 确确实实 有命 大多数的人 都被命运所拒啊 不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 廖凡先生 一负如实 所以他相信 一言一诸 莫非千叠 后来他遇到一段事情 独算 于是零米 九十一弹 五斗 当初攻 几十米 七十一弹 是图宗司机 批准不供 于其一致 他在当零僧的时候 孔先生 给他算命 他领这个零米 要领 九十一弹 五斗 他就可以出功 那 零僧的缺 这个 他可以出缺了 后面的人 是补他的缺了 他就当共僧去了 共僧比零僧高一级 但是 他领的零僧米 只领了七十一弹 图宗司 这个就是当时的T恤 就批准 他补共 他就怀疑了 这个给孔先生算的不对 孔先生算的是 一定这个零米要吃到 凌到九十一弹五斗 现在才凌到七十一弹 怎么突然 就身为共僧了 所以他心里怀疑 后 国委书印 杨公 所不 书印就是 代理 T恤 代理T恤 不同意 把他拨回来 这只丁毛年 银秋明宗司 鉴于 长中备眷 探阅 五策 皆无品奏义 七刻时 不恰烟冠 直如 老雨 窗下乎 随一线 声闻 准功 连遣 十九十一弹 五斗 叙述 这道事情 到丁毛 丁毛 已经是 明朝 牧宗 龙庆 元年 他已经是 三十三岁了 诸位想想 他从十六岁做秀才 做到三十三岁 遇到银秋明先生 银秋明是当时的 这个体学 他看到 过去这些秀才 考试的这卷子 没有考取的这卷子 他翻来看看 看到了凡的卷子 非常赞叹 五篇的文章 这个策 是 对他的赞美 这五策 等于五篇 奏议 奏议是从前 大臣 对皇帝 建议的 这些文字 写得好 像这样 有学问 有德行的人 怎么能叫他 老于床下 叫他一生 都不能出头 这样才丰富 这个县官 贝文 请求 准许他 这个出贡 那么这一次 得到了批准 他从临身 身为共生 算算看 连从前吃的这些米 也确确实实 是九十一档 无斗 一点 都没错 欲因此 异性 进退 有命 吃素 有食 淡然 无求 从这一桩事情 他就深深相信 一个人的秘密 迟早 都有时候 想提前 也不可能 真地是所谓 一生皆是命 半点 不由人 那么出了共之后 这做了共生 修财里面 这成绩最高的 有资格 进入国家的 太学 在古时候 这个国家的 太学 只有一所 这个学校 在京城 称为 国子界 是过历的 大学 明朝 明太族 建都在南京 以后 陈族 迁都到北京 于是 南京 跟北京 都有国子界 都有太学 那么他 说 共入 厌渡 这个厌渡 就是现在北京 他当了共生之后 就到北京 流近 一年 终日 静坐 不悦文字 每一天 静坐 一年当中 吉四贵 我们从这里看 他 入厌金 应该是 三十四岁 吉四贵 这一年 是三十五岁 由南柔 南柔 南京的 国子界 打算说 在南京 这个学校里 去读书 未如见 先放云谷 慧禅思 于齐下 山中 对坐 一时 反三昼夜 不明目 这他自己叙述 他在 没有 静过 之间 之前 先去拜访 当时一位 禅宗大德 云谷禅思 云谷 他的 发名 叫法慧 所以他正叫 慧禅思 他叫法慧 他的号 叫云谷 我们不称名 称号 这是对他的尊敬 云谷大师 生于 名校中 十三年 他是 家善 续乡人 那么可以说 这个时候 跟廖凡先生 是同乡 他是 造年 出家 出家 我们在传记里面 读到的 出家是 学金灿佛寺 可是 他觉悟的快 他觉得 出家了 不应该 学这些东西 应当真正为了生死 出三戒 所以 他十九岁 就参修了 不再搞这些金灿佛寺了 拜访当代的这些高僧大德 向他们求教 于是 他遇到 法州 产死 这是当时的一个大德 法州 是他的善知识 劝到他 学长 学原来 他对于天台 非常向往 这个 老 老 老 后尚 法州 老后尚 劝到他 不如学禅 禅 职集 教是 坚决的 学教的 时间长 学禅的 这个时间 短 他 这个 这个 云谷 确确实实 有学禅的条件 古来 祖师大德 看人 这也是学问 一看 就晓得 你是什么样的更新 你适合 学哪一门东西 你可不可能 有成就 他都有个底子 所以教导他 他果然 成就了 这个里头 说明白了 你也不难懂 关键在哪里呢 决定要放下明文立扬 要甘心情愿 过最辛苦的生活 你才能修道 如果你贪图 物质 精神 种种享受 你只能够学世俗的东西 你不能修道 道业上 你不能成就 甚至 学业上 也不能成就 你要成为真正一个学者 也做不到 凡是学到的 凡是做学问的 都是清贫 清高 清高的人 物质生活一定贫乏 清贫乏 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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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念于常讲 清贫 难想 红贫 容易 世间一般人都 公民富贵 红贫 清贫 难想 清贫 必定是高人 必定是高人 所以一看 这个 云国 他能够学起 世间的富贵 这种人是个清高之人 可以学到 是一个修道的材料 这才劝他 学禅 他在禅宗 果然 开悟 而这个 华慧 禅宗教他 参的念佛 是谁 他悟了之后 秦老师 给他印证 那 以后 他老人家 涛光 养晦 在寺院里面 专修 苦行 也就是说 为寺院大众 佛物 做一些 粗重的工作 为什么呢 磨练自己的习气 悟后 其修 这才能 真正成就 到万年 确实 这个名气 也逐渐 逐渐 逐渐 响亮了 木道 参学的人 多了 他的作风 跟别人 不一样 往往 往往 往往人到他 这来参学 他丢一个蒲团 叫他做 叫他进座 告诉他 父母 为生之情 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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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无 叫他 一天到晚 一句话 都不说 万年 住在 旗下 所以他 在旗下山中 去访问 云古禅寺 那个时候 旗下山 已经复兴了 这个 云古禅寺的 护法 由不少 是当时的 王公大臣 但是这个 寺院 恢复之后 云古禅寺 推进 别人 去做 方丈 住持 当家 他自己 在旗下山 隐秘的地方 建一个 小木棚 自己在 深山里面 隐居 他住的 这个地方 叫做 天开 炎 大概是个 炎洞 天开 炎 他在这个里头 进修 那我们想象 这是 辽凡先生 在旗下山 一定是在 这个天开 炎 跟他见面 你看 他还是这个作风 三天三夜 一句话不说 辽凡先生 居然 也三天三夜 不齐心 不动念 这个不容易 所以云古禅寺 终于 开口 说话了 云古 问悦 凡人 所以 不得 做圣 只为妄念 相缠 如坐三日 不见 其夜妄念 何也 云古禅寺 在一生当中 遇到一些学人 像辽凡这样 少有 少见 三天三夜 坐在那里 不打一个妄想 难得 所以要称赞他 问他 你这是什么缘故 约 为孔先生算定 荣辱死生死 皆有定数 既要妄想 亦无可妄想 这他把他老实话 说出来了 我的命 被孔先生算定了 一生当中 荣辱死生 都有定数 都注定了 我打妄想 有什么用 不是妄想 能够妄求得来的 所以 所有一切妄想 统统都放弃了 心就定下来了 我早年读到这一段文 就我常讲 廖凡先生 是一个标准凡夫 为什么呢 一生都顺着命运去走 标准凡夫 我们现在这个凡夫 不够标准 天天打妄想 命里头没有的 都希望得到 殊不止 命里没有的 怎么求 用什么方法 都得不到 即使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 去求得的 还是命中有的 所以古人说 君子 落得 做君子 小人 冤枉 做小人 不正当手段 你得来的财富 你得来的名利 全都是你命里头有的 命里头没有 怎么求都求不来 那又何苦呢 或者有人说 命里头有财富 但是这个财富啊 所谓是 有实际因缘 万年 财富才能得到 年轻的时候 壮年的时候 还要受很多苦难 我能不能把 我晚年的财富 提前来享受呢 你用一些手段 提前带来了 也许可能 但是 你这个福报得来了 你寿命缩短了 所以 你由 一百年的 这个财富富贵 你六十年 就把它花光了 落尽人亡 你的寿命 减短了 所以 还是逃不出 命运的主宰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真正明了 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一切 非非之想 就是 不合理的思想 不合理的见解 不合理的行为 自然你就会停止了 这个停止 你不造业了 平平安安享受你的福报 如果你不造业 又能够造伤 那你的福报就更殊胜 你的命运就可以改变了 了凡 说出 他这个 云古 云古 孝悦 我待如是豪杰 原来只是凡夫 云古禅思跟他 禅堂里面 做了三天三夜 不起个妄想 这不是凡夫能做到的 豪杰 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他能做到 所以称之为 英雄豪杰 这么说起来 你还是一个凡夫 你是命被人算定了 是混缺孤 这个廖盘先生就问他 你说这个话 什么意思呢 禅思告诉他 人未能无心 纵为阴阳所富 安得无数 但为凡人有数 极限之人 数 故拘他不定 极我之人 数 一拘他不定 这如二十年来 被他算定 不曾转动一毫 其非 凡夫 这个话说得好啊 人 未能无心 这个心是妄想心 就是齐心动念 只要齐心动念 你就有数 换一句话说 只要齐心动念 你就有命运 你就会被那些高明的人 算得非常准确 那什么人能够超过呢 没有妄念的人 没有妄念的人 是英雄豪杰 他不为命述所居 他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极善的人 天天行善 他的父天天在振扎 那他那个命 人算不出来 还有一个极我的人 极我的人多半是什么 过去身中 就是他命的 他有大福大归 因为他造窝 把他的福 遮损了 所以遮损了 他还有余福 你比如说 秦始皇 他做皇帝 他如果能够极善修德 不造这些唯离的卧司 他的余福 他的佛报 可以传很多代呀 很可惜呢 他做皇帝 那个短短几十年中 他把他过去身中修吉的福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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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他原本可以传子孙传几十代 你想元太祖朱元璋 他能够传十七代 要是年末后几个月算的时候 那传二十一代 他想国能够想到年百九十多年 年百九十四年将近三百年 他如果在他自己做帝王的时候 要胡作妄为的时候 造作卧业 他就不可能后代有这么多子孙 统统值得我们好好去想想 所以只要齐心动念 决定有命运 如何能够真正超越命运 廖凡先生并没有真正做到 他做到是改造自己命运 这已经很难得了 给我们一般人带来了莫大的鼓 所以我们应当在此地认真向他学习 我会想到你